那有初宝说老花一冬天了 你们还会给花施肥吗 我的答案是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讲过一句话 我说冬天的时候 一定不要给花施肥了 结果广东的花友 他就不施肥了 可爱吗 你广东有冬天吗 关你什么事 好家伙 我们在这里穿着凹 你在那边 吃着雪糕 吹着空调 山多路 你那没有冬天 所以说你一定要干嘛呢 施不施肥 完全看这个植物还长不长 如果说这个植物 它长势很哇塞 还在生长 还在开花 那你就正常用肥 明白了吗 那花如老花 你们用什么肥 我跟大伙说了 我们就是缓施肥和水溶肥 以前那时候说的 比较深奥一些 就现在更简单了 我们会撒上几粒缓施肥 如果说这个植物 长势很快 很喜人 那我们呢 就会再加一些水溶肥 也就是大家说的营养液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说冬天啊 施不施肥啊 完全看植物还长不长 如果说这个植物冻伤了 或者是不长了 又或者是有病了 你就别施肥了 明白了吗 臭包 你比方说我大舅子 这快嘎了 快不行了 多吃点 你见哪个要住院的那种人 吃得多的 明白了吗 活蹦乱跳的那种 你给他吃饭 他家的大舅子 要死不活的 你吃点吧 他又不是饿死的 你担心个什么 植物很少 做花卉这十年了吧 差不多 马上十年了 因为这现在说话 都二十二四年了 这十年来呢 不论是遇到的哪种花油 哎 很少因为缺肥而隔屁的 都是肥多 水多 这百分之九十的花油都这样 所以说肥料这个东西啊 你在把握不住的时候 就把它当成人吃饭 你睡觉的时候不吃饭 植物睡觉的时候也不吃饭 老花油我怎么判断这个植物睡没睡觉 你看它长不着就完了吗 你看我们这个还在长 那就可以用肥 明白了吗 老花油我怎么判断 你大舅子睡没睡着 我他就是赶那扣脚鸭子 闻闻的 你说他睡觉了 谁信啊 那种就是没睡 明白了吗 植物也一样 我具体用 你具体用多少也很好判断 你少用 不够了再加 明白了吗 不够了咱再用一点点 别用多了 好家伙的有的花油 来到我们山东点了八个菜 你吃得完吗 抽包 在你们那八个菜 可能是这么小碟子 这么一小桌就放下了 我们这八个菜 一个菜这么大 八个菜 我天 十个人吃不完 所以说 注意自己的饭量 植物也是 他们饭量都有限 先少来 不够咱再撑嘛 懂了吗 抽包 冬天又不用肥啊 看植物的长势 别天天咬菜 拿着表 在那卡着时间养花 你搞科研啊你 就不算你点要关注 老花姨 我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等一 还能说不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